大家好,我是陳尚希醫生皮膚專科 今天又和大家看一個有趣的個案 這個病人是一位女士,年紀大約60歲 在她右邊眼睛附近的皮膚長了斑塊 這些斑塊是凸起的 她不痛不癢,但斑塊的大小就慢慢長大 病人想知道究竟這些斑塊是甚麼 還有斑塊生長的位置都很顯眼 病人就想看看有甚麼方法可以清除她們 和病人做過檢查,發現那些斑塊的顏色是黃黃橙橙的 他們的邊界是很清晰的 凡是皮膚上長了些黃黃橙橙的東西 我們都要想和脂肪有關 其實病人患上了這個皮膚問題都很常見 其實病人患上了senfilasma 中文是黃橙 那究竟甚麼是黃橙呢? 黃橙其實是良性的皮膚腫瘤 通常牠們就生長在眼睛附近 膽固醇積聚在眼睛附近的皮膚就會形成黃柳 黃柳很多時和高膽固醇有關 所以如果真的生了黃柳 就最好驗一驗血 看看膽固醇有沒有超標 但是有趣的一點就是 膽固醇不高的人都可以生黃柳 黃柳通常過了30歲的年紀 就可以開始生的了 有部分人生了黃柳之後 那個位置會覺得有點不舒服 但是對於大部分人來說 生黃柳是沒有甚麼症狀的 病人很多時會問 生了黃柳會不會自己消退 答案是不會的 黃柳通常都會慢慢長大的 如果自己嘗試用手擠 也擠不到甚麼東西出來 如果想清除黃柳 最好就看醫生商量下用甚麼辦法 今次我們就用手術的方法去到切除黃柳 好手術之後 如果想避免黃柳復發 就最好控制一下膽固醇 手術是在局部麻醉下進行 病人打了麻醉針 做手術的時候就不會感到痛了 醫生要小心地切除了 醫生要小心地切除了受影響的位置 儘量避免切除過多的眼皮 因為如果眼皮切多了 很容易下眼臉會反了下來 變成病人合上眼的時候 合不完 留了條膽 還有如果一邊眼皮切多了 兩邊眼的形狀就變得很不對稱 有機會變成鴛鴦眼 所以手術之前醫生的評估也很重要 如果病人眼皮比較鬆弛 這樣手術之後 就算切了部分眼皮 眼皮外翻和鴛鴦眼的機會比較小 相反如果眼皮皮膚比較緊緻 切割的時候就要很小心 千萬不要切去過多的眼皮 或者就要用其他特別的方法來修補傷口 述後的護理也很簡單 只要定時在家裡洗傷口 過幾天回去醫生拆線 手術之後的痛楚也不會很厲害 很多病人跟我說 開了的止痛藥只不過外來開門口 很少真的痛到需要吃 現在畫面我們可以看到 黃柳已經切除了 我們就用手術線來縫合傷口 縫合傷口的線 我們都是用到比較幼的 這樣就會令到疤痕比較漂亮 在這裡有些細節位都需要留意 聯原針手術線的線尾 儘量不要留得太長 不然會刺到病人的眼睛 很不舒服 另外還要提提病人 乳血很喜歡沿著眼框走 好像紅貓眼一樣 眼睛被人打了一拳 如果預先跟病人說了些情況 到了真的發生的時候 病人就會沒那麼擔心 乳血會在未來幾天慢慢自己消退 也不需要擲鐵打走 好了來跟大家做個總結 今天我們看了怎樣用手術的方法來清除黃柳 如果大家覺得今集內容幫到你 記得按個訂閱按鈴鈴 如果有最新影片就會通知你 如果你身邊的人幻想了黃柳 也可以跟他分享這條影片 讓他認識一下什麼東西是黃柳 好了今次說到這裡 下次再見拜拜 拜拜